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 乖乖 乖 吃饭吃饭吃饭 哎 父乖 我记得你以前又怕猫又怕狗的 现在居然养了三只啊 哎呀 这你又不懂了吧 是不是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怕猫的 哪有一个猫呀 哎呀 旅游新娘的猫 他爸妈出去旅游三天 他都不想养嘛 哎 父乖 你扯着胖猫挺可爱的 你看 啊 啊 你别过来 啊 你把猫封回去吧 父乌看了害怕 干嘛呀 父乌看了我还喜欢呢 凭什么不能养啊 你们到底有没有安心啊 没事 你养吧 我不碰他就可以了 哎 别动 没事吧 十六没伤到你吧 嗯 你 你六个怎么不牵手呢 太危险了 对不起 刚买水掏手机没拉住 你是很怕狗吗 看样子好像不怕呀 那为什么啊 其实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 但是不小心挠了弟弟 就被爸爸妈妈送过 送人了 十六也是朋友让我帮忙遛的 嫌他闹腾 送去了狗肉店 我拼命地拦 拼命地拦 可是 抱歉啊 给十六的零食 你来喂吧 好 好 害怕保护不了的话 那就等强大了再拥有吧 你说的对 我要去图书馆看树强大自己了 我先走了 哎 十六好像很喜欢你 哎呦 完喽 带不回家喽 那 那我和你一起把它送回去吧 好 哎 哎哎哎哎 我爱过的路上好险 你 我爱过的路上好险 喵 喵 喵 按道理来说 你拿了回嘴肠是人吃的 对猫来说太咸了 是你啊 单身流浪的 能吃饱就不错了 对了 你的脚踝没事吧 自行车乔转还给你了吗 你 你 和乔转 啊 马出来了 哎 柳墨 啊 啊 吃东西的时候你还感冒 我看你是不要命吗 这 这被挠一下 应该没事情了吧 狂犬病致死率百分之百 你觉得呢 这就是紧急消毒 跟我去医院 啊 啊 好 这 这 这啥味啊 哎 什么味啊 臭死了 这一会怎么吃饭啊 胡瓜 你快去处理一下 老公 来踩死了 好 来了